男人在冰面上撒尿 可滚烫的白色液体 瞬间融化千米厚的冰层 形成一个比他还搭的窟窿 好奇的男人十分好奇 于是用烧火棍在周围捅了几下 我的妈呀 男人吓坏了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他赶紧转身逃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男人哭吃掉了下去 还好关键时刻 他及时抓住雪橇 让狗子承受不住重量 快速地后退 男人马上要嗝皮 队友尖撞赶紧上前帮忙 但雪橇车太重 一群队友加一群狗 即使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也拽不动男人 没办法男人想要自救 可手一滑差点又掉下去 还好抓住雪橇伤的绳子 吓得男人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他非常后悔 不该在冰层上撒尿 更不该没事闲的 去捅骨尿出来的窟窿 眼看男人就要凉凉 队友也不敢轻举妄动 还怕不断地拉扯 会把绳子弄断 那样男人肯定会掉下去 这是队长想到办法 让其他人保持不动 男人也死死抓住绳子等待救援 还好一年后队长爬到悬崖边 把找来的绳子扔到下面 男人趁机抓住绳子 等队长固定好位置 男人双手握紧绳子 紧张地不停颤抖 这时队友拥挤权力 拼命往上拉扯 男人有了支撑点后 也跪着向上爬 最终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男人才捡回一条小命 他之所以这么幸运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那么问题来了 你还敢随地小编吗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帅男吃了编纸的面条 感觉肚子要爆炸 他来到厕所放水 竟尿出一桶不要钱的方便面 看到马桶掖住了 他也没舍得吃 直接把窗户打开 从18层的矮楼扔了出去 男人以为出现了幻觉 想冲个80度的冷水澡净净 没想到打个喷嚏 出来的还是面条 小帅知道自己病得不轻 赶紧去看妇科 可从医50年的大夫 认为小帅在扯犊子 没办法为了证明自己有病 男人只能当场尿了一杯 大夫摸着36度半的面条 也无能为力 就在小帅想不开时 遇到劫肥抢包 眼看坏人向他跑来 小帅守一伸 竟然射出了面条 懵圈的坏人有点懵 以为他是蜘蛛侠 赶紧放下没钱的钱包 慌忙逃跑 晚上出来逛街 遇到坏人正在欺负人 他戴上头套英雄救美 哭斥一下射出面条 把坏人打翻在地 另一个掏出匕首 大喊一声冲了过来 也被轻松制服 男人对小帅感恩替零 并说改天一定登门感谢 小帅说那就今天吧 就这样男人打开钱包 小帅就趁机拿走200块 从此开始行侠仗义 赚了很多money 但也被坏人盯上 刚怀孕一天的妻子就被绑架 看到如此多的坏人 小帅并没有逃避 而是放出两把干脆面作为武器 只见手里的面条 让他耍得像双结棍一样 左边随便一扒了 右边再一划了 三下五除二就把小弟全都撂倒在地 最后就是坏人老大和小帅的对决 几碗面条都被坏人躲了过去 接着被坏人的剧毒香港脚 干翻在了地上 像拳头一样的拳头 狠狠地打在小帅身上 就这样 小帅的身体都变成碎碎面 没了呼吸 下一秒房屋抖动 小帅的脚收缩 碎掉的面条汇聚到一起 他竟然复活了 手一抬 射出的面条反杀了坏人 9块9取的老婆也被救了出来 从此又多了一个漫威英雄面条侠 如果你有这种超能力 会用来干嘛呢 男人十天没喝水了 只有每次等到叙叙的时候 才能把接下来的黄色液体 倒进过滤器里 随着咔咔几下 那香甜可口的饮用水 就顺着82年的倒尿管 流进了自制的一壶里 再打开水龙头 自带37度体温的开水 就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当然最后几滴也不能浪费 男人迫不及待地燥了一大口 那味道真是绝绝子啊 紧接着又含了一口 润润干扣了30多年的嗓子 把水吐到好闺蜜的根部 可谓把尿液利用到了极致 随后来到一个交换站 想换点真的水 拿出2022年的古董 老板却没看上 然后他又举起一个坛子 里面竟然装的是泥土 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看守马上打开了闸门 年轻大哥抓起小撮 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尝 那味道是真的香 称一下足足有6.66斤 陈浩瞬间成了高富帅 买光了所有的饮用水 族长文勋赶来 要把最小的大女儿白送给他 可陈浩并不愿意 这样族长很没面子 让手下拦住男人 可在拉扯中发现 陈浩的耳后竟然长了鱼鳃 原来长期的海上生活 让他变成了变宠人 不仅有鱼鳃 细皮嫩肉的脚趾还长出了脯 第二天 笼子里的陈浩就要被丢进粪坑 就在这时海盗来了 一个小巴卡正好扑倒笼子 男人马上石到临头 男人困在了粪坑里 已经石到临头 就是打不开笼子的钥匙 这是一个女人过来 拎起成好 女人哭吃砍断了钥匙 成功救下了男人 原来这里遭受了海盗的袭击 他们分头行动 男人扎击海水里 像鲨鱼一样 搜了一下 跳上了自己的小船 打倒了看守 安娜也打开了闸门 他们趁着慌乱逃了出去 可船只受损 不能承受三个人的重量 随后看向最重的小女孩 为了保护女孩 安娜甚至愿意献出自己 可陈豪并不感兴趣 这时出现一架飞机 原来是坏人的小弟 他们对着几人一顿秃秃 女人健壮 准备用鱼叉打飞机 哭吃一下子 射中了机上的炮二小伙 飞机绕着小船 转了八百来圈 才挣脱了束缚 经过这么一折腾 船也受损严重 陈豪火冒三丈 拿出四十米的大砍刀 两个女人瞬间变成假女人 过了一个月 男人发现一个交易战 可不管怎么海 对方都没有反应 安娜通过八倍镜发现 床上的人都太诡异了 死人睁着卡兹兰大眼睛 不断地挥手 装成了木偶被海盗控制着 这正是他们布置的陷阱 陈豪感觉到不对劲 闻了闻海水 有股腐烂的味道 用通过前海镜发现 附近设有埋伏 男人赶紧掉头逃跑 海盗箭撞命令追击 潜伏在水下的海盗 全都冲出水面 拉出一张巨大的渔网 但被陈豪高超的驾驶技术 轻松地避开了 自从两个女人来到床上 就被海盗袭击两次 陈豪质问到底是怎么事 女人也只能说出实情 原来小女孩的身上刻有地图 上面标记了陆地的位置 可陈豪却说 世界上根本没有土地 女人无法相信 随后他让女人坐进潜艇 带她潜入几千米深的潜海 眼前出现一座座高楼 原来500年后两极分化 陆地被海水淹没 陈豪抓起一把海地的泥土 女人这才相信世界真的没有陆地 等他俩上来时 船被烧成废品 小女孩早被海盗抓走 这时天上出现个年轻的大爷 他竟然是阿娜的父亲 随后陈豪准备去救女孩 一个人上了贼船后 直接把82年的燃烧弹丢进油舱里 哭吃一声 邮轮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海盗头头想开飞机带女孩逃跑 却被男人用叉子 勾掉了两个鸡腿 趁机抱走了女孩 几人安全坐上飞船 就在这时 海盗偷偷拿出瓷水枪 打中飞船 女孩从万米高空掉了下去 随后几个海盗 冲着女孩的方向追去 危急时刻 正好把绳子系在腿上 跳了下去 搜了一下 救起了女孩 而三个海盗来不及刹车 集体领了盒饭 随后他们在飞船上飘了一个月 突然发现一只奇怪的动物 男人往下一看 妈妈咪呀 一片绿油油的绿草地 还有喝不完的农妇膳全 最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难以想象 这部电影是1995年的 有头脑的人已经意识到 环境污染会给地球带来灾难 当泥土比钻石还贵的时候 那真的是人类的悲哀 所以说爱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 感谢观众蛋蛋 下期见 拜拜 小伙对着佛像撒尿 菩萨竟流出黑色眼泪 接着天上下起黑雨 然而诡异的是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很快灾难来临 一场黑色暴雨席卷整个城市 落下来的小雨点 特别像一张痛苦的人脸 更加诡异的是 庙里供奉的佛像 眼睛里流出鼻血 和尚尖状敦感不妙 因为佛像流血 意味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就在不久的刚刚 村子里出土一尊巨大佛像 眼睛不仅被纱布蒙住 上面还写满了经文 样子十分诡异 村长并没有感觉到不对 还以为发财了 随后叫人把纱布打开 殊不知这一举动 给整个村子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天小伙在清理佛像时 无意中跟佛像的眼睛对视 晚上就感觉到不对劲 眼睛疼得像金的沙子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 他转头一看 既然是死去50年的父亲 张口就跟他要钱 小伙瞎懵了 不小心把父亲推倒在地 可当他跑出来时 眼睛发生可怕变化 父亲也突然出现 小伙下的瘫痪在地 而父亲还在不断靠近 下一秒 我的妈呀 他把父亲摁倒在地 发疯似的疯狂输出 等众人把他拉开 才发现被揍的是饭店老板 很快他被送去的警局 可来到警局后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 口吐泡沫晕了过去 可下一秒 他像脏东西附体一样 疯狂挣扎 与此同时村民在开会 一个两眼泛白的男人 拿着镰刀冲了过来 你这不是大伙呀 众人都蒙圈了 因为男人喝多了水 帽子男刚想上前阻止 却被他咔嚓直接干掉 村民吓得啰黄耳桃 可跑出来后 发现外面的情况更糟 越来越多的人双眼泛白 突然丧失理智 一个男人突然跳楼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突然冲出的汽车 把女人创得喜巴烂 小镇顿时乱成一锅粥 只要见过佛像的人 就好像疯了一样 全都不停地对村民攻击 无奈变异者太多 危急时刻 仅剩的几人夺进村委会 赶紧锁上大门 他们以为是那场黑雨 引起的变异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很快警方赶来 封锁了整个村子 可两个年轻人抄小路 开进村子里 他们刚下车 便发现空中聚集了 无数只乌鸦 而乌鸦像是疯了一样 追着两人撕咬